画面现场是基隆市政府举办的全市里长新春联谊活动 市长谢国良一一向里长们致意 恭贺新年快乐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与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那真的能够有这个机会服务 我认为是国良的荣幸 所以我一定要很努力的把我的工作做好 那如何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好 就是跟在座的里长能够配合的更顺利 所以我也交代民政筑章处长 假如有机会的话 我们要多给里长更多办活动跟服务里民的空间 大家说好不好 但这个一定要市议会支持 那处长有你想办法 那未来我们会好好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区长 就是这个旧战斗位置 好好的来服务这个我们所有的里长 然后透过在座的各位来服务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们谢谢市长还有这个 原想处长特别举办了这个全市里长的联谊参会 让我们各位里长有机会跟市政府直接来做互动 我想身为民意代表的代表 非常感谢市政府用心的办这样子的活动 我想我跟国梁市长都非常重视 所有里长的意见跟声音 未来我想市政府的政策方向 也会依照我们里长的心声 还有里长的一些想法来做一些推动 那我想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本来就应该监督市府 也补助市府 我们共同的信念就是爱跟善良 希望市政府跟市议会都让我们基隆市可以更好 我想我们所有的处长 所有的里长跟所有的议员都一起来努力 这场新春联谊活动 民政处用心规划展现亮点 特别邀请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 及在学学生进行北管戏曲演奏 藉由表演机会将传统记忆扎根淋漓 另外也特别以弱势生长团体制作的饼干礼盒作为伴手礼 以实际行动支持弱势团体 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 这样的传统记忆渐渐渐的失去了舞台 失去舞台之后会导致这样的记忆会失传 我们希望让这记忆能够永续 藉由今天全市里长的这样的春酒 一来他有恢复到过去的这种年纪的气氛 二来又让这些有记忆的不管是匠师 或者是正在学习的在学学生 都有这样的场合来表现 表现给我们全市的里长看 借这机会我要呼吁里长 除了本来有的活动之外 也都一样选择来维护我们地方的传统的戏曲 这样的记忆 让他们能够在里内也来推广 也来表演 因为我们现在就都有到和警华会长 一起深入到校园 做这个北馆的生态富裕计划 然后在安中还有和平 还有仁爱 还有四五个学校 都有成立社团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团队会努力做好各项市政工作 也会与所有里长一起携手打拼 尽心尽力来为民服务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